事件大眾至今仍是心有餘悸 不過南韓釜山最近舉辦了 大規模的櫻花節 鎮海軍港節 迎來450萬名遊客 當局不敢鬆懈 還準備了一個秘密武器 成功讓人潮分散 火車鐵道兩側 出立的櫻花樹綿延不絕 南韓釜山鎮海軍港節櫻花祭 時隔四年再度舉行 今年為了避免人潮聚集 主辦單位設置了六公尺高的秘密武器 只要一發現人擠人擠 廣播放著超大的音量 提醒民眾要分散開來 聲音大到所有人都捂著耳朵經過 用人伸長手臂和一旁的人 維持距離 比一比播放警報的前後 人群密度的確明顯地降低 原來這個設備在國外 用於反恐警報 可以發出80分貝以上的音量 周圍一公里都能聽到 為了防止離胎院踩踏事故再度發生 當局投入了110名警力和異警 鎮海全區只有6000名人力來維持秩序 在運動場舉辦的活動 一次只讓30人依序進場 可以容納5700人的體育場 也只開放半數的民眾入座 因為當局繃緊神經全力戒備 今年櫻花季實現的活動 吸引了450萬名遊客造訪 但除了一個人走路跌倒之外 就沒有任何人受傷 可以說是完美落幕 記者 最後報導 我們完全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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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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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